歡迎收看今天的長城養生綠碼 現代的醫學名詞當中 腦溢血 腦栓塞 都俗稱叫做中風 但是您知道中風 在傳統醫學上 就有這個名詞了 今天非常高興起到的是 中醫師陳朝龍 陳醫師來到節目現場 醫師早安 主持人早 觀眾朋友 大家早 醫師 首先先來解釋 說文解字一下好了 中風早期來講 並不是所謂的腦溢血腦栓塞 是 它在傳統醫學裡面 它是一個感冒的代名詞之一 就是說傷寒中風 就是在中醫講叫外感疾病的 最原始的名詞 就是這兩個 這用中風來描述 但是現在的中風講的就是 腦部血管一些疾病的變化 是 我們就講說中風在中醫上 好像跟溫度的變化 也是滿有關係的 是 這個 不管從現代醫學 或從傳統醫學來看 寒氣就是溫度的變化 它都是我們中風的危險因子之一 簡單來說天氣冷我們血管就會收縮 血管收縮壓力大 壓力大的時候就會血管就會爆開 所以以現代的統計來看 這種初血型的中風在冬季是比較容易發生 尤其在12月到這個隔年的2月這個過年這段期間 是最常發生的 另外我們酸塞型的就比較沒有跟季節有很大的關係 OK 好 我們講到腦中風的話 就是一般如果現在來這個 是什麼時機呢 我需要求入中醫呢 是調理身體的時候嗎 其實調理身體的時候是可以借用中醫 現在我們在國家一直在試辦 用中西醫接的方式在治療中風 成效也已經相當顯著 一般我們臨床上門診的一些患者 都是因為中風的後遺症 一些骨骼肌肉系統的衰退 或者說我們叫做半癱的 我們來做中醫的治療 其實是失去它的黃金時期 如果能夠第一個時間就介入了 那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說急性的部分 我們先用西醫治療 等於說在慢性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使用中醫上來調理對不對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是建議在急性的時候 就可以介入中醫來同時會診 介入中醫同時會診就對了 是… 因為現在國家做了一些計劃 試辦案都非常地成功 也有很好的成效 健保局方面 衛生署方面 也非常認同這樣的做法 好 我們就講到說 如果中風的病患 他想要做長期這樣的調理的話 在中醫上 我們是怎麼樣來做調理 一般來講如果說已經 中風有骨骼肌肉系統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用針灸加上推拿 來幫患者來做治療 當然可以配合我們的內服藥 不管是用科學中藥的藥粉 或是湯劑 我們都可以來服用 針灸的話是針哪個部位呢 針灸的部位 當然依據它的傷害的部位 我們會針對側的頭部 還有它患肢的部位 都可以來針 不管是頭皮針或是體針 甚至耳針 我們都可以來用 推拿的部分就不建議 一般民眾自己做按摩了對不對 當然你平常自己做附件 自己按一按 這個是無所謂 對 但是最好還是要由精油醫師的指導來做 因為一般半身不睡的患者 他需要的推拿的時間非常的長 門診上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要花很多氣力 所以還是請專業的人員來操作比較好 如果靠飲食方面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保養呢 其實在中醫的理論來講 會狀況的患者 大概都是我們高粱後味吃太多 就是他的飲食的習慣要做一些調整 一定要盡量清淡一點 因為血管的阻塞或是血管的硬化 他都是因為吃了太多 油膩的東西 對 膽固醇過高 三三塊肝油脂過高的患者 所謂的三高就對了 對… 病也吃這些東西 對 尤其糖尿病的患者也是 中風的高危險群 不只只有高血壓 包括糖尿病也是 那多吃哪些東西呢 當然就是盡量清淡一點 比如說我們在食物上 可以選一些紅色的 比如說這個紅麴 比如說單身 川漆 就是我們臨床用的藥跟食物 都可以用的這些食材 或是藥材來給患者來使用 多吃紅色的食物是不是 對… OK 好 運動我可以維持一些 比較緩和的運動嗎 是 我們最建議的運動 就是用走路 走路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 就是你用走路 也是最簡單的運動 對…一定每次可以 至少要20分鐘到一個小時 這個是最好的運動的方式 當然做一些簡單的 舒緩的體操 都是我們非常建議的 OK 好 今天非常謝謝陳醫師 來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